高雄市今天一口氣 新增了15例的確診個案 9例是跟高雄港府群聚相關 另外6例則是宜蘭旅遊群聚感染延伸 衛生局憑著一通電話 追處了案19081 這個媽媽疫調不老實 這名40多歲的女性 1月25號曾經在法廊 跟宜蘭指標個案18773有接觸過 但是她一開始卻時口否認 事後一家四口都確診 針對隱匿足跡的部分 衛生局也將開罰 法廊鐵門拉下仔細消毒 高雄暴增15例確診個案 其中9例來自高雄港部群聚 另外6例則是宜蘭旅遊感染延伸 而在宜蘭旅遊感染延伸個案中 有人曾在法廊和染疫者接觸 卻刻意隱匿足跡 1月25號下午的1點多 這兩位就有過通電 但是像19081查證的時候 19081大概是否認說有任何形式的接觸 這個部分我們也會按照傳染病防治法來做處理 宜蘭旅遊感染指標個案18773曾在1月25日到過法廊禮法 期間曾漢案19081證明40多歲女性接觸 當指標個案確診 衛生局調閱通聯記錄 發現兩人當天有聯繫 沒想到案19081失口否認 事後他出現症狀就醫採檢確診 現在一家四口都染疫 活動相當相當的少 甚至於在這個年節期間基本上都是不外食 而是執行購置一些食材回家自己烹飪 宜蘭旅遊感染除了法廊接觸 造成案19081一家四口染疫 延伸出來的大寮幼兒園群聚又再新增兩名確診個案 分別是一位6歲男童以及他的主要照顧者 幼兒園到目前為止 總共小朋友已經確診了11位 連同這個主要的照顧者這個部分 總共已經將近20位確診 高雄疫情升溫不斷延燒 竟然有人刻意隱瞞疫調不實 險些釀成防疫破口 好在衛生局及時發現否則後果誰能承擔 記者王毅玉SNG小組高雄採訪報導 國內今天新增34例境外移入個案 22例本土個案 其中高雄15例桃園有7例 新聞一開始就先帶您關心 桃園市大溪的日益物流傳播鏈 在今天又增加了兩例確診 分別是印尼員工和員工的家人 相關確診個案累計已經達到15人 也被市府勒令停工 緊急的對簽名員工和家屬進行匡列隔離 預計2月6號要進行二次裁檢 而日益物流是全家便利商店的子公司 因此全家也特別發了聲明表示 由於大溪倉物流作業全面暫停 部分預購商品在春節期間將有延遲 也請消費者見料 消毒車對著倉儲大範圍噴炸 全家便利商店旗下的日益物流大溪倉 又再增加兩例相關確診 讓隔壁物流員工也跟著新鞠鞠 大大的領導 是齁 回去也不敢再加人去的 我們自己都會小心 而新增的兩例個案 19051是日益員工 19027則是員工家屬 讓大溪倉相關確診至今累計15例 目前已被勒令停工 旁邊大概250位的員工 列這個居家隔離 另外還有約1000位的員工 預防性隔離5天 那在2月6號的時候還會再二彩 而全家發出聲明表示 接獲衛生局通知後 就全力配合傾銷篩檢 並全面暫停物流作業 部分預購商品暫停配送 於春節期間將有延遲狀況 而確診者為禮貨縣人員共11名 清潔員1名當中未有物流式人員 雖說工作範圍比較小 但也讓外界憂心 要是確診者經常接觸貨物 而這些貨物又會送往各地 那麼傳播風險高不高 藉由貨物來傳播的一個風險 大致上還是不需要太過的擔心 物流群聚跟淘機群聚 目前看起來就基因定序上來說 是統一株Omicron 但是有可能已經是進入社區之後 再從物流群聚這邊再冒出來 醫師認為找不到感染關聯 是個大隱憂 全面防賭擴散之外 還要籌辭剝繭 一一釐清 最縱不倒 桃園今天新增7例本土確診個案 除了日益物流公司傳播鏈再加2 其他確診的5例 1人是加貝爾幼兒園確診學童案 18684的陪病父親 其他4人則是新增的家庭群聚案 感染源是這一位 1月15號從中國返台的案19042 他在防疫旅館完成了14天的隔離 解隔離之前裁剪也是陰性 但返家之後1月31號出現了症狀 2月2號確診 病毒傳染力非常的強 現在他的兒子女兒妻子還有弟弟也都被感染 桃園3號新增7例確診個案 除了日益物流公司再加2 另外新增的5名個案 其中1人是加貝爾幼兒園確診者案18684的陪病父親 另外4人則是一起家庭群聚感染 而且是一個人傳給4個人 感染源是中國回來返國 那他是1月15號返國 在外地防疫旅館隔離的14天 1月30號解隔 解隔前的檢驗是陰性 解隔前裁剪陰性 不要男子返家後 1月31號出現咳嗽症狀 自行快篩呈現陽性 1號陽性確診 衛生局緊急匡例6名同住 以及非同住家人 2號安排裁剪 6人中有4個人染疫 分別是他的弟弟 妻子和一對兒女 是在居家檢疫期滿後 在自助理健康管理期間發訂 他的CD值偏低 跟同住家人僅接觸未滿 2天即發訂 那他的感染也還在釐清當中 一傳四傳播威力不小 不過好在除了物流公司以外 其餘5例都是在礦列中確診 對社區比較沒有影響 春節防疫不打烊 桃園6個社區採檢站 也在3號恢復作業 呼籲個案有足跡重疊的民眾 趕緊來篩檢 捷綜合報道 春節連假 疫苗接種站不打烊 新北市中和環球購物中心 從大年初二到初六 每天提供1000劑莫德納 或是BNT疫苗給民眾 隨到隨打 昨天號碼牌一下就被秒殺 今天不少的民眾 起了個大噪 暴雨排隊 半小時不到就發完了 500張的號碼牌 不過似乎受到大雨的影響 人潮沒有前一天來得多 下午的已經發完了 小心把號碼牌收進口袋或錢包 因為小小一張貼紙得來不易 新北市疫苗接種站 除了再開打 踩隨鬥隨打免預約 明明中午過後 才發放號碼牌 但很多人出三都起了大早搶排隊 天候下著大雨 民眾在雨中等待真的很狼狽 但看看排隊人潮 讓了購物中心一圈又一圈 幾乎看不到鏡頭 因為這裡2號3號提供莫德納 4號BNT 5號6號繼續打莫德納 每天限量1000劑 許多人都是前一天沒排到 等了一肚子氣 初三再提走來碰碰運氣 昨天來沒有號碼牌 預約到高端的 我不要打到高端的 趕快來發號碼牌 不要給大家等太久 但是胡受到大雨影響 人潮沒有之前多 不過半小時不到 就發完500張號碼牌 一小時過去1000張也快發還 莫德納實在太搶手 大家都希望能夠再增加兩難 從今天開始 陸陸續續到初六 我們有33家的能整 醫療院手加入我們打醫療 台北市的預約系統也將重啟 4號5號開放線上預約 7號開打 但只提供BNT 還有高端隨鬥隨打 各地方政府動起來 不讓春節廉價又空窗期 記者黃明洋約 大家新北台北報道